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式月饼的饼皮需要用到糖浆来增加月饼的松软度 因此在调制饼皮前要先把油 糖浆和碱水混合均匀 再和入面粉中 蛋黄莲蓉馅的月饼最为应景 莲蓉可以买到成品 而鞋蛋黄我们可以从生的鞋压蛋中剥出蛋黄后烘烤至半熟 在莲蓉中裹入蛋黄就是现鲜了 在莲蓉中裹入蛋黄就是现鲜了 鱲子的paper 鱼的鱼也是酱油 一般的钥饼 鱼也很少 鱼也很值得很高 鱼也很深 鱼也很散 鱼也很不太吃不饿 鱼也很差 鱼也很长 右边鱼也很强 鱼也很薄 鱼也很转 鱼也很甚至少 但做到月餅厚薄均匀 就需要丰富的经验了 赋予月饼灵魂的操作就是压磨 中国人把对节日的美好愿望 通过模具印在月饼上 为了保证烘烤的颜色 我们需要在月饼表面先刷水 烤至转色后再刷上蛋液继续烘烤 佛丘 下面请您品尝一下各式月饼的味道 好 谢谢季老师 这个是颠式的 这个是酥式的 这是广式的 你说这个是酥的 这个是广的 为什么它们的形状不一样 广式的 它因为这个面团 比较容易成型 它可以在一个模具里面去印出来 那个酥式的 它因为是酥皮 这样烤出来做一层一层的 它很难以在模具当中印出来 所以做出这两个形状不一样 这个是酥 酥式 有肉 有榨菜 这种风味在我们杭州最流行的 这种酥式的月饼 叫做鲜肉 榨菜月饼 因为这个的字 我们不太清楚 所以这个字有什么意思呢 上面这个印的 可以有不同的字 像下面这个一样 这个字是模具里印出来的 这个字也可以有像印章一样的东西 印出来的 上面跟这个寓意是差不多 都代表着一种祝福 一种喜庆 有时候呢 这上面这个字印着 是一种地方的饮食文化 有一些呢 印着的是 这个月饼有什么口味 丁老师 这个月饼就有种族节在有吗 之前 经常是这个中秋节 8月15才吃月饼 现在呢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生产工艺的提高 所以呢 基本上 在中秋节前后 或者说全年 基本上都能吃到这个月饼 在中秋节吃这个月饼 有一种寄托 失恋 有一种祝福 这种寓意在 中秋节 每天都没有 在中秋节前 都没有 在中秋节前 这种寓意在